小伙在公共场合抽烟失手烫坏了女孩的衣服 对方火冒三丈地要他赔偿二十块钱 一听要破财 财大气粗的小伙一边将二十块钱递给对方一边往地上涂了一口痰 你怎么随地涂痰呢 你看见没有 牌子上写着罚款一元 拿钱吧 没上过学的小伙拿里认的警示牌 于是大手一挥又掏出一张五块 多了 会儿找了 滑稽的举止瞬间引读围观的人哄堂大笑 而人群里的女友目睹这一幕觉得格外丢脸 她想让其多读书 提升提升她的个人素质 怎聊小伙却不以为意 认为这个世道有钱比品德更重要 女孩顿时气得无话可说 心里更加瞧不起她 此时的山雀全然忘了 正是眼前这个粗俗的男人 也曾让她不惜和母亲决裂也要和对方在一起 山雀原本生性浪漫活泼 可牺牲在农村家庭 被包办婚姻所媚 哪怕她已经和心上人铁头私定了终身 母亲还是收下了别人的彩礼 只因在山雀九岁那年 母亲就给她订好了一门娃娃亲 对于这桩未经过她同意的婚事 母亲很是满意 男方强儿不仅有文化懂礼术 更关键的是家境很殷实 可以算是十里八乡有名气的富户 眼看婚期将近 山雀越发焦虑起来 如今她正和铁头搞得火热 眼里哪还放得下旁人 纵使母亲把好话说尽 她也坚持要和铁头在一起 山雀认为友情饮水宝 只要她和铁头相爱 家里有没有钱都不重要 他们过的幸福才是重中之重 见说服不了母亲 山雀便主动找强儿说明心意 你别怪我 咱们是父母包办的 我也不怪你 你是好人 可我不愿意 强儿深知强扭的瓜不甜 可这桩婚事是两家大人 在多年前定下的 现在要想解除 也不是他们这两个小半 能做得了主的 山雀要求母亲把彩礼退回去 母亲却表示自己丢不起这个人 想退婚就自己去 另一边得知真相的 强儿父亲正生气的责骂儿子 我能费 亏你是我的儿子 她说不愿意 那你就答应了 山雀带着彩礼来到当时的没人姨妈家 要求她从中调和解除这桩婚事 姨妈不想做毁人姻缘的事情 可看着山雀将彩礼都带了过来 便只能耐着性子规权 哎呀姑娘 这门亲事退不得呀 你怎么敢 问得过良心吗 山雀没想到 拒绝一桩刻板守旧的包办婚姻 自己竟成了没良心的那个人 她冷起脸告诉姨妈 婚事是她母亲定下的 她根本不知道 一定要你知道才算 你妈答应就不算数了 幸亏表姐提前通知妇联主任来劝母亲 婚姻大事 她本人不点头这么行 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哎呀 订婚那会儿 她才九岁 还流鼻涕呢 懂个屁 姨妈坚持父母之命 说什么也不肯帮山雀退婚 好在妇联主任耐心的做着姨妈的思想工作 还表示自己会和强儿的爹聊聊 终于看到希望的山雀喜不胜收 谁曾想刚回到家就被母亲劈头盖脸一顿骂 就连家门都不让她进 我不是你妈 我也没你这个女儿 要死 你就死得远点 山雀憋着一口气 说什么都不愿意低头 她赌气来到铁头家 铁头妈很是欢迎 不光专门为她煮和包蛋 还有意无意的留出机会给两人单独相处 铁头的支持与理解 让山雀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她向铁头表明了非她不嫁的决心 铁头也高兴的说非她不娶 说着还拿出自己攒的多年积蓄交给山雀 铁头哥 俩人好 可不是看钱 彼此心动的孤男寡女在一起 一不控制就容易发生点事情 铁头扑过去刚想和山雀发生点事 恰好被铁头妈砍才回来打断 铁头这才兴兴收手 山雀没有计较铁头的鲁莽 她铁了心要和包断婚姻对抗到底 铁头就是她的底气 好在强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理解山雀的想法 也尊重她的决定 可奈何她爹是个绝脾气 姑娘 你说说 我们家哪点对不起你 我和她没感情 感情 嘿嘿 这感情能当衣穿还是能当饭吃啊 你妈在这儿 你问问她 她和你爹成亲的时候 有没有感情 强儿爹的话多得看热闹的邻居哄堂大笑 这里的人世代包办婚姻 也早就被这种不成文的传统循化 可怜一心反抗的山雀倒成了异类 山雀娘被骚得抬手就要打她 就连帮着山雀说话的强儿也挨了她爹的打 眼看喜事成闹剧 强儿爹索性撕破脸皮 要求山雀家赔偿这几年的彩礼 左右合计至少得九百块 如此庞大的数字简直要了山雀妈的命 她只能哭着威胁要和山雀团聚关系 村里的老人都认为山雀在自讨苦吃 山雀妈却觉得这都是铁头惹出来的是非 宗族里的叔公见多识广 她建议山雀妈先把山雀和铁头分开两年 什么情啊 爱的 到时候自然就断了 另一边她也给山雀指了条名路 去城里人家当保姆 既能赚钱还彩礼 也能开阔眼界 想到因为自己欠下的九百块钱外债 并且在听到叔公能介绍个好不足后 山雀忙不迭答应了 结果这样铁头犯了难 她担心山雀见了大事面就不愿再回山里 可在九百块的拒债面前 她只能忍痛送山雀进城 等我把雕家的钱还清了 就回来 跟你一块去登记 城里的一切对山雀而言都是兴起的 她的雇主是一所大学里有名的王教授 刚来的山雀为人诚恳 眼里有活 不管是洗衣服还是整理收拾价 都能做得有模有样 王教授夫妇见了也不由的心生欢喜 这天山雀失手打碎了两个碗 惊慌失措的山雀急忙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可别撵我走啊 教授的女儿见状赶忙扶起她 表示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用不着这么挂心 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 身为保姆的山雀也被喊上了桌 她小心翼翼地使着筷子 却连一个丸子都夹不起来 见教授一家人的视线又落到她身上 山雀这才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是左品子 她本以为会像村里一样遭到嫌弃和鄙夷 左撇子就左撇子呗 怕什么 我怕 我怕不闻你 家里人都被山雀的蠢朴都得开怀大笑 他们对这个小保姆的喜欢也多了几分 教授一家都是知识分子 家里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商量的来 大家说话也是温声细语 山雀生怕自己哪里做得粗促 言行举止都格外谨慎 反倒是教授一家都在劝她自在些 不要过分为难自己 教授的女儿得知山雀还没读完初中 便和她约定 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十字练习 教授家里蒙厚的学习氛围感染了山雀 她开始在忙碌之余十字练子 就连看电视消遣也看的是文学节目 山雀的进步让教授一家十分欣喜 教授的女儿王妃更是对这个山里来的妹妹格外关照 这天她带着山雀来参加自己的毕业活动 同学们不分男女挤在一起放肆欢笑 或拍照或聊天 每个人都洋溢着坦荡的笑容 山雀不由的心生羡慕 想起许久不联系的男友 看出了山雀的心事 连忙打趣地问起她和她未婚夫的事 王妃受过高等教育 在她的眼中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铁头打铁也不比这些大学生低多少 只是她很好奇山雀究竟爱对方什么 她人好 能干 力气可大了 还有呢 还有 王妃觉得谈恋爱不光只看这些 对方应该还有其他值得山雀迷恋的地方 但山雀却怎么都说不上来 铁头是自己唯一能定义为爱的对象 可爱她什么呢 看着王妃和研究生男朋友秩序相投的模样 山雀第一次对自己的爱情产生了怀疑 见王妃经常会和男友书信来往 山雀便有了给铁头写信的念头 奈何对方根本不识字 更别说读懂她字里行间的情仇和思念 日子在山雀努力成长的间隙悄然流逝 转眼她来到城里已经两年 直到在街上偶遇同村的妖妹她才知道 铁头早就不干打铁的行道了 现在也在城里摆摊完舍 据说已经赚了不少钱 就连他们家欠的那九百块外债也替她还清了 压在心头的债务陡然消失 山雀却谈不上欢喜 而妖妹来城里是来找自己读大学的未婚妇的 原来妖妹从小也被订了娃娃情 虽然两人一直感情很好 可自从南方出来上大学后便看不上妖妹 而且还提出了退期 结果妖妹的母亲为逼男孩就范 就把她和女儿偷吃进果干当复心汉的事宣扬了出去 你不愿意结婚 那你为什么跟她产生关系 这是谁说的 你吼什么 冤枉你了 造谣 这是造谣 当妈的能给自己女儿造谣 这是惊动了妇联和团委 妇联和团委就要求学校保留男孩学籍和团关系 让妻先回去和妖妹登记结婚 不然就会被起诉 听着妖妹和未婚夫的故事 山雀心中五味杂陈 却不知她的快乐日子 也要随着铁头的到来画上句号 铁头也经常来城里表演 经过多次打听 她找到了王教授家 山雀对铁头的到来很是意外 她也很快就发现曾经的一中人早就不复往日模样 铁头褪取了山里人的淳朴和单纯 已经全然一副市井昏昏的模样 抽烟 拖鞋抠脚 举止粗俗又无理 看着教授家人平平皱眉的样子 山雀觉得很是丢脸 她从没想过自己的爱人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更过分的还在后面 铁头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 不顾教授一家人的害怕 就揭开不连展示盘踞在笼子里的蟒蛇 为避免再生尴尬 山雀只好借口带铁头出来逛公园 谁知铁头在人群中也不掩饰自己的粗俗 对着黑熊骂骂咧咧不说 还在公共场合抽烟 一不小心将旁边女孩的裙子烫了个洞 这便有了开始的那一幕 晚上两人回去时教授一家已经休息 山雀嘱咐铁头亲手亲脚赶快洗漱睡觉 谁知对方一看墙上的西方油画 便开始浮想连天 看着清纯迷人的山雀强行搂进怀里 见山雀反抗 他却更加大胆地直接推倒在床 眼看裙脚都被掀起 山雀顿时慌了神 要知道这里可是人家王教授的家里 挣扎中一耳光打醒了铁头 他惭愧地退出屋外 临走时他告诉山雀家里要盖新房 他母亲恰好病了 稍话说让他回去帮几天忙 纵使有一千个不舍 但心里挂念着家中生病的母亲 山雀还是咬牙辞别了王教授一家 他本打算等母亲康复再回城里工作 可回到家里才发现 母亲根本没有生病 听说要盖新房 说王莫料在哪 啊 连二娘捎来话了 说等你一过门就给咱们家盖新房 什么 等我过门 啊 山雀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不管是当初的包办婚姻还是现在的铁头 他们都想跨过他本人的意愿 直接将他推进婚姻 母亲看着彩莉喜笑连开的样子 看得山雀都有些迷惑 他意识到自己做了那么久的抗争 终究是没能改变本质 这次回来山雀还背负着王教授的委托 给一个隔壁村的学生捎回一些学习资料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王教授口中勤奋好学的好学生 竟然就是他当初看不上的强儿 在两人的交谈中 山雀惊讶地发现对方不光变得温文有礼 举止谈吐都跟他在大学里见到的学生一般 山雀头一次感受到的动心 可事过境迁 现在的强儿正在和一个女科研人员谈恋爱 心里不免升起一股猝疑 他只能压下心事离开 谁曾想来送书的是被同村的人看到传到了铁头的耳朵 晚上铁头就来询问详情 就在山雀给铁头煮和包蛋的间隙 铁头居然把王教授给的手稿做了卷胭脂 你别哭啊 都在这儿的 一张张细碎的纸片 在昏暗的房间里飘然落下 只有山雀知道 他已经不爱铁头了 他们俩已经不是一路人 但此时留在他面前的 似乎只有和铁头结婚这一条路可走 这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也是知识和彩礼之间的单向选择 山雀的犹豫 再度引起了明眼人的注意 晚上叔公一进门就要打山雀 他直言山雀丢光了家族的脸 原来是铁头的母亲 见山雀迟迟不答应 就在村里散布谣言说 山雀和铁头早就有了夫妻之时 母亲满眼寒泪的质问他 你跟妈说实话 女儿家名声比什么都要尽 咱们孤儿刮目的 经不起人家背后说闲话 戳几连骨 谁说的 谁说的 给我说清楚 天啊 我 我没有 没有 就是到医院去检查 我也不怕 山雀来找妇联主任帮忙 而主任却说 你是不是亲口答应铁头的 等把刁姐的钱还清了 就和她结婚 这不是人家逼你说的吧 不要刚从省城回来 就瞧不起人家 就想变心 做事要凭良心 为人要讲道德 流言飞语鸭的山雀直不起药 她想果果鬼自杀 可终究迈不过心底的那道坎 跳河自尽 又被人救了上来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山雀才意识到 村里人的谣言就像是挥之不去的梦影 不管她躲在何处 对方总会找上门来 铁头在一旁哭着陨落 山雀不愿意就不强求了 兴朗不要再这样做 等她好了就送她回省城 山雀也流出了无奈的泪水 山谷里锣鼓喧天 她终究还是披上了铁头的嫁衣 前面等着她的 会是怎样的痛苦和未知的婚姻生活呢 山雀这么办就对了 不见得吧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往后这日子不知怎么过呢 不就是嫌铁头文化低吗 人家有钱 买这文凭还不容易啊 走着瞧